iPhone全系彻底暴跌 11月份才刚刚开始 不管是全新的iPhone 16也好 还是这批国行的机器 通通跌了500到1000块 今天小阳就给大家讲讲 第一台14 Pro 很多人纠结 16和14 Pro应该怎么选 一个的话是双色 一个是三色 一个是不锈钢 一个是铝合金 那么他们之间最关键是啥 还是价格 现在16 256G的官网价格要6999 但是小阳这台的话 是国行的黑色的14 Pro 256G取消多少呢 45 599 你们要知道 同行现在至少是卖6280的一个价格 同样是国行的 你们算一下 这个之间差距有多大 今天去可以发一下 第二台苹果的15PM 256G 跟15 Pro最大的区别 就是尺寸和摄像头 虽然是6.7英寸的欧染大屏 但是手感明显比之前要好太多了 而且它是最高支持25倍变焦 望远能力的话你进一步提升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变化 正常同行再出7399的国行15PM 小阳这里的话直接6499的国行原色15PM 那么差价将近1000块 仅此一台 如果这些性价比想入手苹果高刷 那么这台国行的13PM 256G 支持原生双卡的在小阳这里 只要3999起 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 给你们看一下同行的再售价格 5 399同样是国行256G的 这是我的差价直接1400啊 离谱不 这三款让你选你会优先考虑哪一款呢